因此韓國瑜主張 不要講賭場 他主張說說免稅區 然後再來面對賭場問題 我們也與尊重 可是他們也可以講說 我們就是不要賭場 為什麼不能講 也可以講說 我們就是要母語 為什麼不能講 因為你韓國瑜提出的政策 是要把母語教育 從正式學制裡面移除 所以我們當然會怕 所以你跟蘇貞昌 為什麼不要講說 我們就是不要深澳電廠 我覺得其實蘇貞昌 他主張他也是可以這樣主張 而且坦白講 深澳電廠 你如果說現在來講深澳電廠 深澳電廠 那你可以講不要 那你可以講 你也可以這樣不要合適 你可以不要講 也可以講說不要 這個替山天然去 大家都有言論自由 都不要 我們現在針對的是 因為這個立委是針對韓國瑜 他覺得他說的是要賭場 他說的是不要母語 所以他是針對他 他平常要講什麼都可以 不過我幫台南人問一下 就如同謝主委講說 剛剛講說 這個陳其邁可能還有一招 可能他也要賭場 這也是你猜測 陳其邁有沒有這樣講 你說我猜測 你是為了要替人解釋說 韓國瑜 要消滅沒有母語 我沒有說 你如果是因為 你拿他在背書 我沒有說 他網位的同政策學制移除 他說的沒有母語 對學座依讀地有這樣說 他說學識英文 例外我們都很清楚 國中以下的教育 母語不是跟我們和樂圍一種而已 對 母語有客戶 有我們住民戶 有和樂圍 有外南圍 有菲律賓 所以我們學校 教育的主委員跟孫子 根本沒辦法負擔到 我們台灣基礎 這些孩子大家都可以 收到一樣的確定的母語 所以韓國瑜比較會說 如果這樣我們來加強英語 給台灣國際化的競爭力提升 年後把時間 這個母語的部分 給國中母語不同的母親 去教育他的主題 那麼你的孩子只好可以 來學校有立場認證 這樣就是他通過這個母語的教育 這是兩種的思維 所以你不要留意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好正確 所以你有機會做台南市長 我也建議這點 你應該學像他這樣做 沒有台南市全補過 他們母是我們的官方母園 第二官方母 你要退水了嗎 你要接受嗎 我現在要輸扣 你在輸扣 五年來我沒有看 隨時說就輸下去了 不是 五年來我沒有看 台南市有一份公文書 是用英文出來 他已經全補那麼多年 現在來行政他還在全補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要無信 你沒有必要去扭 因為未來市政問題 你也可能面對到 假設我們現在覺得 韓國瑜的這個做法不好 鼓勵母語是在家學 我們又怎麼加強我們的英文教育 所以小學生上學時間是一定的 你今天上了這個母語 你可能就排擠了這個時間 我不可能 你可以繼續往上加 你說我可以 我可以有母語 我可以有國語 然後我又要加英文課 請問他是24小時到來上課嗎 這當然不是 我記得之前大家提到 曾經提到所謂文言文的課程要多少 這個白話文 文言文多少 就有人講說文言文拿掉就是消滅我們 誰說要消滅的 文言文掃幾堂課就是消滅文言文嗎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大家今天 有些的講法是太過了 就如同謝主委講說 曾經邁你可能最後一招要提到賭場 坦白講曾經邁也沒這麼說 韓國瑜有沒有說要消滅母語 坦白講我替他 不是 我講一個公道話 他也沒這麼說 可是你明明就是要把這個時間挪移 這是公共政策的討論 你可以主張要挪移 我可以主張不要挪移 我主張要 我現在問你主張怎麼不挪移 剛剛謝主委講的 謝議員講的也很對 教育支援我們是有限的 你要怎麼弄 如果說將來碰到在台南市 我們會想出比較好的方法 但是不是說 你說回去跟你媽媽學算 比較好你沒有講 但他提出來討論 好 那我可以講吧 可以 比較好的方式是你可以 某種程度的集中上 因為你這個學校有兩個泰國人 那個學校有兩個泰國人 新台灣人 你可以是不是可以考慮 用一種方式 某個特定的時間集中來上 這樣私事就有 就不用說 每個學校一定要找泰語老師 每個學校一定要找菲律賓語老師 一定是這樣 而且坦白講 菲律賓的土話有很多種 所以我覺得其實 某種程度對他們的尊重 是窮盡我們可能的 有限的資源的盡量做 你要說做到100% 坦白講 你對董山載來新贏 到北區載去後邊 跟咖哩上來七戸更快 還是他這種的說 讓他們母親去咖哩 那麼每個一定的標準 好好認真 是嗎 他們母親一定會咖哩好 一定會咖哩對 母親咖哩一定不會純粹 對不對 我覺得關鍵的 關鍵的問題 我關鍵問題應該是在韓國語 他並沒有要打壓母語 陳其邁 你沒有說要設定場 但是你今天給人家的感覺 你看抨擊說韓國也讓人想起 國民黨在威權時期 打壓母語的痛苦經驗 請問韓國也有要打壓母語嗎 所以政見可以辯論 可以說明 可以討論 但是不能扭曲 如果在他 他本人都已經把他講很清楚 你還要去扭曲他說 他要打壓母語 我覺得那已經不是在說 學校要不要教母語的問題 因為如果在這邊變的話 那也可以反過來講 這個母語學校教 英文到外面補習 一樣的道理 這個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學校能夠上的課 時數就這麼多 如果是我 是不會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一個基本的概念 是叫母語應該是一種自然學習 應該是個人有意願的自然學習 或者是家庭裡面的長輩 希望他的孩子跟他學會 坦白講有那個環境 所以應該是要有意願的自然學習 其實真的是 不要由官方的正式教育來介入 我個人還是比較主張就是說 官方的正式教育 不要介入太多複雜的語言 我覺得我們官方的正式語言教育 主要是要有流通性 一致性跟最大的功利 也就是說它是最有效的 還有主要的是語言的教育 是要讓孩子有更強大的競爭力 我覺得這個最主要是在這裡 我們給孩子增加太多無謂的負擔 例如說你除了學國語 學英語 我還在給你加你的母語 是你一定要選擇 一定要選擇 那就是一種強迫性的 你非A 即B 即C 即D 你一定要在裡面選一項 我覺得那種都是有強制性的 因為你非得選不行 他不是自願的 它是非自願性的 它是你一定要選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給孩子 給這麼小的小孩 增加這麼多的負擔 坦白說這個不是愛母語 這是讓這個孩子 從此以後討厭那個語言 碰到那個語言 連碰都不願意碰 這個反而真正的傷害母語 所以要愛母語 就是讓孩子在自然的環境下 有意願的 而且是很舒服的 很高興的 就自然學會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不要用形式上 不要用 我還是一句話 不要假 當然大家都在討論母語 不過想問世間的是賭場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民進黨立委 一次排開說高雄不要賭場 這都是高雄的立委 然後說韓國瑜要設賭場 雖然韓國瑜只是說 他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 要設免稅區 至於免稅區設完之後 會不會有賭場的問題 開放性的問題讓大家討論 我想到的是2013年姚文志在選 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他說涉子島是一個做賭場規劃 很好的地方 世間你還記得嗎 對 我記得很清楚 不過我是這樣 我來解釋這個韓國瑜現象 我覺得從馬英九執政 這10年以來 我們社會陷入了集體的苦悶 韓國瑜這種天橋縮書 就讓我們社會得到一個宣洩的機會 所以韓國瑜現象是我認為是 一時短暫的激情 陳其邁的民調被過分低估 是因為我們那個地方在地高雄 大家已經認定 就是投要投陳其邁 陳其邁可以信任 陳其邁就在我們身邊這麼久 所以陳其邁是跟姚文最一樣 所以大家認為 大家認為很自然而然要投陳其邁 所以這個民調 本來就不是很當真的在民調 林安利有沒有內部的民調 可以稍微讓我們去找 內部的民調 其實陳其邁都穩定領先超過10% 我相信這也是國民黨 心知肚明的 這樣他英文就不需要緊急狀態會議 我為什麼覺得 韓國瑜當然是國民黨 現在能夠打得最好的牌 因為國民黨臨時爆佛教 國民黨一向對中南部 尤其台南高雄 他就是三部 不耕耘 不經營 不當一回事 從過去到現在就是這樣 好啦 那你不當一回事 可是你選舉總共派人 你泱泱大黨 所以大概韓國瑜是 他們能夠派最強的 因為以組織力 以口才 以爆發力 韓國瑜確實是很強 不過韓國瑜有幾個問題 如果大家冷靜的想 高雄市民最後會很冷靜 機制的做選擇 我會想要不要再往那邊 我會想要忍耐心 又是神經病 你會想要忍耐心 全球都沒有 我會想要忍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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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